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卡洛斯 有關智能家居的習作 卡洛斯已經做了很多年 但很明顯智能家居的習作 是可以不斷運作下去 因為社會不斷地變動 我們對家居自動化 以至於能夠照顧家居的弱勢社群 老人家 寵物等等 需求會越來越大 隨著時間一路過去 我們慢慢發展出一套 適合我們在學校裡 教我們中三個學生 製作智能家居模型的套路 硬件方面 最初都是教同學用剪刀 以及用熱用膠做出 簡陋的家居模型 而硬件方面最初都是用Brain Kit 1.0 以至於上兩個星期 介紹大家接觸新版本的Brain Kit 2.0 以及教大家如何設定 而前一陣子 在測試工作室供應了這套 台灣來的套件 我和林Sir也和大家一起開箱 看看裡面的結構 有甚麼可以參考 由於這個集作 我想繼續發展下去 所以我最近都和林Sir一直討論 如何將集作進行得更加順暢 當中我們想了很多方法 例如如何將模型做得漂亮一點 接線方面如何可以簡化一點 以至於家屍電器的製作 如何可以加速一點去進行 我們都想了很多點 今天就算借助這個影片 和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透過觀看這個影片 都和我們一起動動動動 如何將集作再發展開去 所以今天我們會透露很多秘訣 包括林Sir會示範一下 如何夾卡製造模型 而我自己也會示範一下 如何為Nuke MCU接線 以至於如何連接到 智能家居電器 希望透過今天影片的分享 讓大家和我們一起思想一下 如何可以改進這個集作 就好了 一般來說 製作模型之前 我們會請學生 先用手稿或者用軟件 設計出1比20的家居平面圖 設計的時候當然要考慮 客廳、房間、廁所、廚房等等的位置 甚至會考慮水管電線的分佈 而我們給學生用作地機的 就是一塊450mm 乘以300mm的白羊木甲板 按照剛才1比20的比例 9米乘6米 面積就是54平方尺 約莫等於香港所謂540平方英尺的建築面積 不如我們一起來看看 林Sir如何在這塊地皮上 用甲卡來建屋 這部是戒指機 下面有一把尺 可以看到自己戒指的需要多長 例如我現在的牆壁需要12.5cm高 12.5cm高 12.5cm高 比例是2米半 我現在就拍到12.5cm 即是這條南邊去到這裏 就是12.5cm 我現在用力壓下去 拉兩下左右 這樣就會解到出來 這部牆壁兩尺半高 即是差不多8尺高留底 我們就決定一次過做一幅L型牆壁 做完兩幅 所以第一幅就是16cm 相當於3米2的長 下一幅就是26cm 26cm 轉回真實的長度 就是5米2那麼長 適合這張紙 這張卡紙就是16cm加26cm那麼長 我現在做一個L牆壁 我就在中間標示了哪個位置 需要解開它 我就在兩棵牆的轉角位置做標示 第一幅牆是16cm 我在16cm這裡適合 我就用角尺劃一條垂直線 然後就標示這位置 就是兩棵牆中間的轉角位置 現在就在這兩棵牆中間的L位置 就是割條坑 不是割穿 是割一半 我現在用這一把就是安全尺 為什麼叫安全尺呢 因為它這個位置就有個保護的欄杆 在這裡 你的手指就不會退出 不小心退出 就不怕這件事發生 你見到割刀在這邊割 就不會割傷手指 我們用割刀就不用大力 輕力割兩至三下左右 就不是割斷張紙 你現在看到張紙有條割痕 但是它就沒有割穿 這個時候你應該一屈 就將它接成L型 剛才我們已經完成了兩幅牆 我們現在只補多一個L牆 就可以完整整有四棵牆 圍埋了一間屋 我們貼這棵牆 就不是直接用二龍膠貼它到地上 我們會有一個 飛機木的三角條 就是一個三角形狀 方便你可以貼到90度的地方 去固定一些垂直的面 我們首先量度了那條木條 需要多長 你可以用間斜量量度 如果快速一點 其實你拍下去 你應該可以粗量 知道長度需要多少 就用鉛筆記錄下 需要剪的位置 這個飛機木木枝 用剪鉗就可以剪得開 剪鉗我們用平的那邊 就對著鉛筆的鉛筆 用少許力剪下去 記住小心 剛才你見到剪的時候 它沒有拿著那邊 是會彈走的 所以大家剪的時候 盡量向桌面 彈下去桌面 便不會彈到隔壁的同學 除了要教同學 注意剪木條的時候 安全守則之外 使用熱溶膠槍 自然都要小心 不要辣到自己 或者同學 今次用了這些直角三角形的 木條來搭建模型 確實是比就這樣用熱溶膠 骨質好多 好了 現在地板已經完成 黏好了 大家看到我們還有一個位 這個位置就是兩塊搭上的摺口 我們也用一條木條 將它封好 當遠遙的大家 不想長角度多了一條木 也都可以在轉角 用皺紋膠指定位 只要做好之後 上油漆就沒有問題 那就完成了兩個長角位 好了 看回我們較早時候 教大家用Brain 來建構這個聯網部分 我們需要用到一塊 叫做ESP8266的Node MCU 一直有追蹤我的視頻 都不應該對於這塊MCU陌生的了 而且它配合了這一塊的擴展板 更加是非常好用的 直接有D0到D8 九組針腳 可以控制九樣電器 每三隻針腳為之一組 分別由上到下 是指導線 正極 和副極 接線方面 我們可以選擇一些 已經看了杜邦插的牌線 俗稱彩虹線 連接電器 只需要兩條一組就可以了 如果有需要連接全感器 就要三條一組 每一對線 插在擴展板上 只需要將正極插去資料針腳 副極插副極就可以了 今次我們示範接駁 只是用了一個散熱的抽氣線 和一眼LED 分別用來模擬一部冷氣機 和一眼聽燈 要將電器和電線連接一齊 要使用俗稱辣機的電絡鐵 還要準備一些熱縮管 剪去杜邦線另一端的弓插 為電線開皮 稍微將銅線另一令 讓它不要散口 然後套進熱縮管 由於LED是有極性的 所以要將兩邊淨對淨 扶對扶扭 然後兩條都加石漢接 然後將一組套在一邊的熱縮管 移到接線的位置 最後就是準備熱風槍 吹吹兩條熱縮管 廣到明熱縮管 等二熱就會縮 於是就可以把我們的接點 好好包裹起來 並且是絕對的絕緣 不會輕易短路 接駁完LED之後 我們用相同的方法 接駁一個假裝冷氣機的散熱線 完成了接線 就可以在模型上開孔 分別安裝這個冷氣機 和這個廳燈 當然為了整齊 我們都要教學生 將Note MCU 和所有電線固定起來 如果接線和編程沒有錯誤 我們就可以用 Brinker APP 試用這兩個電器 我們這個示範 只接了兩個電器 同學想要繼續增加電器和傳感器 絕對可以放膽去做 因為Note MCU 還有七個腳位未用 很明顯在今天的節目 我們都圍繞了 如何在智能家居模型 安裝一些最基本的電器 例如冷氣機 電燈 但對Brain和密聯網有認識的朋友 都應該知道 智能家居能夠做到的 不單止這樣 現在很多真實的智能家居 示範單位都顯示到 門可以自動化 窗簾也可以自動化 經過今天的影片之後 大家如果想到 一些什麼新的點子 不妨在下面留言 例如大家可以建議一下 在家居可以接受哪一類型的訊息 或者透過密聯網 控制不同的電器 或者甚至是一些不同的物件 但卡路斯也想想 如何將這些點子付諸實行 讓我們智能家居的雜作 再向創新邁進一步 今天我就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路斯 喜歡我的Stam影片 請你訂閱 記得按讚 還有分享出去 拜拜